早晨,欢迎大家一起参与 在湾区环境圣经教会的直播 的崇拜 虽然大家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能够在主里一起来去敬拜神 如果你是新的朋友 第一次跟我们一起来在网上敬拜的时候 我们来代表湾区环境圣经教会来 欢迎你 在未曾讲到之前 我们有几项报告的事项 第一项我们会看到 现在我们教会 所有在教会里面的活动 我们暂时的聚会 所有聚会都是暂停 直至到另行通告为止 在家居被译令的期间 大家可以继续多点上网 来到教会的网页 在网页里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 教会一些更新的资料 而且在左下角这个地方 你会看到粤语崇拜一个直播 在那里按下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日的崇拜 在冠状病毒的期间里面 有一些健康的提示 大家 sein,可以 Aquí玩 我們洗手記得洗足二十秒 多唱生日歌 為人們唱 為自己唱 唱三四次之後 足足有二十秒的時間 但如果打一次的時候 記得掩住口 亦是避免傷風有感冒的時候 亦都不要避免跟別人接觸 如果染上的時候 真的要好好休息 而且亦都遵從我們市政府裏面 所頒布的家居被疫令指引 同時亦都鼓勵大家 在家居被疫令期間裏面 都是多些去關心我們的長者 或者一些獨居的長者 打電話給他們關心他們 看看他們的需要 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聯絡教會 他們亦都可以跟牧師聯絡 另外在下星期日 四月十二日是復活節子日 我們有復活節崇拜 余牧師那天會給予一個訊息 在星期五的時間 我們有個耶穌受難日的崇拜 這個英語的崇拜 這是一個英語的崇拜 我們會請到Juice for Jesus 即是猶太人信了耶穌之後 這個機構去守一個余節的餐 所以要預備的時候 如果要參與這個星期五晚 需要在網上登記註冊 你可以在我去教會的網址 你可以找到詳細資料 以及可以在那個地方登入 來登記 然後這個復活節 我們仍然有一個愛心奉獻 來收取這些愛心奉獻 我們今次這個愛心奉獻 分作是兩大部份 一半是用作來做 購買一些影視器材 來為教會一些 好像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需要一些直播的器材 我們都需要這些設備來買 另外一半收到這個愛心奉獻 我們將它用作做一個體率金 然後將這份體率金 平均分成兩份 來捐助 Alameda Mill on Vils 這個機構 以及在聖劉蘭州的 家庭救助中心的一個食物庫 希望大家都能夠在這些事工上 我們繼續努力 你可以用Pulls Pay 來捐獻 也可以用支票抬頭寫 Easter 或者中文寫復活節 都是可以的 這些數目都會去到外心奉獻 然後在這個網上 如果你要奉獻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Pulls Pay 來奉獻 不同的平台 用平板電腦 手提電腦 或者是手機 你都可以在這個程式 透過你的程式 來奉獻 如果你想要方便一點 這裡也有一個二維碼 你用素描二維碼 可以直接入到這個網頁裡 來奉獻 同時你也可以把你平時的奉獻 用支票寄往教會 寄去1801的 North Loop Road Alameda 即是我們的證會址 這個地方 我們便會收到 一會兒完成這個講道之後 我們有首聖餐的時候 大家如果預備了 你都可以預備定 可以預備餅 葡萄汁 大家一起去參與 但如果你未能及時預備 你都可以心中去祈禱默想 大家一起去紀念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來拯救我們 在講道之前 我們一起去做一個祈禱 大家 親愛主我們獻上我們的感恩 我們有機會來看你的話語 在你的話語當中 主求主你給我們有良綱 讓我們更加去認識你 讓我們更加去愛你 主你與我們同在 當我們去讀你的話語的時候 求你 來到給我們有力量 更多的體會 更加愛你 我們將來的時間交託 討過祈求 奉靠救主 基督耶穌命求 Amen 大家會知道 在這個 冠狀病毒的階段 可能很多大家都很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 我們所要關注的 我們關注的是什麼呢 我們應該要關注我們的大牧人 我們的主耶穌 當我們仰望祂的時候 我相信祂會給予我們平安 所以我今天選取了這段經文 就是在月韓福音的十章 十一到十五節 和十一到十八節 經文在這裡 我想跟大家來讀 你有聖經的 你也可以打開 你可以聽著我讀 我是一個好牧人 好牧人願意為羊寫命 故宮不是牧人 羊亦不是他們自己的 他一見到這些狼狼的時候 他們就會丟下這些羊去逃走 柴狼抓住這些羊 趕散這些羊 故宮逃走 因為他們是故宮 並不會關心這些羊羊 我是好牧人 正如父認識我 我亦認識父 同樣我認識我的羊 他們亦都認識我 我願意為他寫命 第十七節 我父愛我 我因我願意犧牲我的生命 又再得回這個生命 沒有人能夠奪去我的生命 是我自己寫的 我有權寫掉了 也有權取回來 將他取回來 這是我從我父母所得到的命令 大家看到這段經文 就是耶穌自己親口所說的 一個比喻 在蒙古有一群牧羊人 這群牧羊人 早上大家一起去吃早餐 但在他們吃早餐之際 吃吃的時候 羊就走光 走去哪裡呢 這群牧羊人 走去附近一個湖的地方 全部這群牧羊 就跳到五尺深的湖裡 這一群牧羊人 用了三個小時的時間 來 將這些羊拯救 拉回上岸 竟然他們用了三個小時 而救了281隻羊 以及有249隻羊死了 而有一些羊 還救了上來的時候 他們還是覺得自己好像很有趣 很想跳到湖裡 一起參加在一起 其實他們的損失是很多的 在約翰福音的十章 十二到十三節 那些請回來的牧羊人 他們是聘請回來的 但他們的羊 你想想 那些羊也不是屬於他們的 你想想他們怎麼會緊張這些羊 但可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才會導致這些羊 陷在這種危險的境況裡 而這一個 產生的後果是不堪切上 相反的 耶穌說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為羊寫去一個生命 這個好牧人對這些羊非常關心 甚至是為它去死 因爲這些羊是屬於他們的 在究極時期 有一個牧童 他叫做大衛 他將要去迎戰這個巨人 這個菲利士人的一個戰士 哥利亞 那這個蘇羅王 他見到這個大衛的時候 見到他個子 長得這麼小 這個牧童 就很猶豫地來問這個大衛 就說 你有什麼本事來打贏這個這麼高大的哥利亞 大衛怎麼跟這個蘇羅去說呢 他就說 我和我爸爸看羊的時候 有時獅子來 有時那些紅人 那些紅人來到的時候 他會咬我的羊 抓了我的羊去 我就去追趕他 然後打擊他 當他希望在他的口中 拿回這個獅子回來 這個羊回來 但是當這些獅子 或者這些紅人 想來咬我的時候 你猜我會怎麼做呢 我就扯住他 然後一脫一脫地打死他 他說 這些故宮 你想想 如果這些是故宮的時候 他們怎麼會上心呢 這些羊 其實你看看 它是大衛家族裡的羊 對大衛來說 是非常之寶貴 大衛是拼死這條命 他都去保護這些羊 這就是耶穌自己所說的 他對羊是非常之關心 非常之寶貴 所以他拼死這條命 他都可以去保護他 《馬太福音》在九章三十六節 《聖經》讓我們看到這一節經文 是一個很感人 令人感動的經文 耶穌見到許多人 他就憐憫他們 因為他們困苦流利 就好像羊母牧人一樣 在整本聖經當中 神稱祂的子民叫做羊 詩篇一百篇裡面 詩人說 要知道耶穌是神 祂創造了我們 我們是屬於祂的 我們是祂的子民 是祂草場上的群羊 問題是為何詩人會使用 我們是羊 你想想為何不使用其他動物 來形容祂的子民 而是要用羊 其實你會看到羊 是不能夠自己 不太曉得去照顧自己 它不同的蛇 不同的沙魚 吃一頓可以抵抵幾天 而是他們每天都要去吃草 所以他們真的需要牧羊人 去帶牠們去找草 找一些好吃的草來吃 還有這些牧羊人 他們會去保護他們 幫助他們 羊猛盛盛 牠們不太聰明 你有沒有發現 有些師傅是練羊師 練獸師 有訓練野獸 但訓練羊 沒有 有沒有見過羊在地上 像狗一樣打關斗 騰騰鑽 你未見過 你有沒有見過 馬戲班裏面 有些羊來跳火圈 不會的 你看不到這些 所以你看到羊 是做不到這些事的 他們 對外來的抵抗 都無能為力 有東西來侵襲牠的時候 牠不能夠橫抗 因為牠們沒有尖牙 牠們沒有尖牙 牠們擦開口的時候 牠們的牙 你看到牠們好像人牙 那樣平排 牠們的腳 亦沒有爪 所以 沒有尖牙 腳又沒有爪 的時候 怎麼可以去攻擊呢 做不到 所以 當我們去面對牠們的時候 牠們如何咬我們 我們都可以勝過牠 所以 為什麼這麼多人 會來諷刺 去笑這些基督徒呢 原來 牠們不喜歡 跟從耶穌做牧者 這種想法 牠們相信自己可以 搞定自己 總之我自己搞定自己 所以 當我們跟那些人 去傳福音的時候 你會發覺 他們說一說一說 他們會覺得 不用了 多謝你了 他會推了我們 在多年前的時候 我有機會 去到同一個年輕人 去傳福音 跟他講道的時候 問他願不願接受耶穌 他說他願意接受耶穌 我再問他 我問他 你相不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 他回答 他說 我都相信 然後 我再問他 我用羅馬書 十章九節 中說 你若認耶穌基督為主 心裡信神叫祂復活 就必得救 我強調 如果你認耶穌基督為主 生命的主的時候 也就是說 你是神所擁有的 你所有的東西 都是神所擁有的 你在這個時候 你願不願意 你將你的生命 成為祂的主 去認信 成為祂的主 他自己 停了一會 然後 他回答我 他說 不行 我做不了 我還未預備好 你可以想認知 你會看到 一個人 可以不介意 去認識耶穌 但介意 耶穌擁有祂 所有的東西 因為祂放不下祂自己 但在 舊約當中 最偉大的國王 和一個軍事領袖 一個大衛 他寫了《詩篇》二十三篇 《詩篇》二十三篇 《詩篇》二十三篇 是我們很熟悉的 一篇的詩篇 《詩篇》二十三篇 裡面怎麼說呢 大家既然這麼熟 我們一起讀《詩篇》二十三篇 只有六節 耶穌華是我的目者 我必不自缺乏 祂使我躺我在青草地上 你我在可安揭的水邊 祂使我靈魂騷醒 為自己的命引導我走二路 我雖然行過死任的憂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祢與我同在 祢的象 祢的江都安慰我 在我的人面前 祢為我擺設言直 祢用油膏了我的頭 祢使我的福杯滿日 我一生一世 祢必有恩惠慈愛 除著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直到永遠 神將我們形容為羊 因為當祢帶領我們 當祢成為我們的目者的時候 其實你想想 我們就會發揮得 臨利盡致 但如果任由自己 我們去承擔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感到有一種驕傲 對人有一種操縱 或者產生一種自私的心 其實這種情況很容易 在我們日常生活裡 我們會浮現出來 有一件事 很顯然意見的例子 我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在這個新冠病毒裡 這個期間的時候 你會發覺原來說 將要居家被譯令 不可以出來了 你當然想去超市買東西 你會看到 原來那些貨架 大部份都清了 然後看到 那些擺廁紙的地方 擺米的地方 全部都是清了 有沒有想想過 米和尺子就是一個入一個出 就是in and out 你會發覺 這兩件事是人生必須的 所以很快就清了 有一次我在Costco看到 有一些長身的大架 平板的手推車 有一個顧客怎麼做呢 他將十箱的尺子 倒在車裡 拉出去給錢 他大量入貨 你想想 這些人有沒有理會過 其他顧客的需要呢 其實如果他要的時候 其他人都可能需要 但在他們心中 他們會覺得 好像是 早來的小鳥有得吃 遲來的小鳥就吃不到 買得到的 是他們覺得應得的 他們會感到 他們是驕傲 他們善於操縱 而且 和自私 其實我們所有的人 包括基督徒在內 都是很容易陷在這種境況裡 亦都陷在這種掙扎裡 我們都會表現得驕傲和自私 這就是為何我們需要 要耶穌成為我們的牧者 耶穌帶領著我們 使我們能夠改變成為神的兒女 耶穌說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為羊寫命 耶穌擁有了宇宙的一切 如果在《約翰福音》裡的頭一章 你就會看到 原來耶穌在創世之先 他已經在 他願意為我和你去死 若果我們來跟隨耶穌 他會讓我們成為我們的好牧者 我們就會在他身上 學到他的心思和意念 《約翰福音》的二十章 二十六至二十八節裡 耶穌教導他的門徒 他說 你們中間誰為大的 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誰為首的 就必作你們的伯人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並且要寫命 作多人的屬家 你們看到 當我們去跟從耶穌的時候 所學到的就是 我們學到耶穌的為人 耶穌的樣式 耶穌如何去作一個伯人 就好像祂做在我們身上一樣 直到耶穌成為我們的牧者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才能夠做到耶穌所行事為人 所教導我們的事 但為什麼耶穌想成為我們的牧者呢? 因為祂關心我們 因為祂對看我們 在祂心目中非常之重要 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節至二十九節 這裡怎麼說呢? 耶穌說 煩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是你們得安息 我心裡有何謙卑 你們當付我的鴉 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耶穌說我給你有安息 耶穌所說的就是 你看到耶穌所說的 是回應著這詩篇二十三篇 祂是一個好目者 祂使得我躺在清草地上 帶我去安潔水邊 祂使得我靈魂蘇成 你看到馬太福音 這一段的勞苦擔重擔 和這詩篇的二十三篇裡 使得我能夠安息 兩段經文是互相呼應 耶穌亦給過我有安息 對我們這樣說 祂說我們生活在這種冠狀病毒的陰影之下 可能會感受到很不方便 還有需要避疫 萬一感染的時候 還要和親人 家庭親人有隔離 對於很多人來說 有些男嶺可能手停口停 這個家居避疫令 真的有時候令到他們 他們無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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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面對一種失業的威脅 而今時今日 全球感染病例已經超過一百萬人感染 而死亡的人 數字亦很多 接下來這兩個星期 我們都知道很緊張 所以亦呼籲 更多人要留在家裡 現在我們會看到 其實情況 你會不會覺得 我們好像走在這篇經文裡 我們走在死陰的憂谷當中 有一次我和朋友 在電話裡聊天 我跟他聊天 我跟他說 這兩個星期真的很寧靜 靜到什麼情況 就是 我聽不到我旁邊 他經常放墨西哥音樂 很大聲 但原來家居避疫令 他都沒有聲音 整個環境很靜 我聽到什麼 我只是聽到這些小鳥聲 然後我走到後院 我看著天 天一片晴天 很藍很靚 我發覺原來 四周圍的環境轉變了 外出的時候 我駕駛車嘗試去看看 原來我們的交通 好像三四十年前的交通一樣 很少車 我還知道 意大利的威尼斯 河道裡 本來很混濁 魚也不會在那裡游 但是現在海豚和魚和鳥 會回到河道裡玩 在那裡汽水 你會看到原來 好像疫症發生 好像是需要告訴我們 地球真的需要休息 但是說到這裡的時候 那位朋友回應 他說 但是這些病毒感染 死了很多人 而且這些數字日漸升高的時候 我自己感覺到很恐懼 很害怕 我很害怕 我回答 其實大家會看到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不幸 疫症始終都會過去 過去之後 其實我們一切都回復正常 但是現在確實對我們有很大的威脅 而我們作為神的魚女的時候 我們擁有一些人沒有的優勢 神對我們說 祂永遠不會離開我們 祂永遠不會撇棄我們 每一次我離開家裡的時候 我開車經過我門口那條街的時候 我會沒望兩邊的屋 這不其然 我想想一下 五十年後 這條街仍然存在 五十年之後 這些屋可能仍然存在 但是五十年之後 那些現在已經超過五十歲的人 五十年後他已經不在 所以 死亡其實沒有人能夠避免 但是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有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應許 死亡對我們無能為力 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到一個更美麗 令我們更加興奮 就是神和我們同在的地方 這個不是悲劇 而是帶領我們進入另一個永恆的生命 這就是解釋到詩篇二十三篇 我們會看詩篇二十三篇的時候 為什麼對我們這麼震撼 那節經文怎麼說呢 他說 我雖然走過死任的憂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有主耶穌和我在一起 而希伯來書的十三章五節裡 神已經說過 他永遠不會離開我們 他也不會丟棄我們 有一個導遊帶了一群旅行團 不是旅行團 而是幾個人 一團人 然後在以色列裡參觀不同的地方 在一條路上 這個導遊就看到 路旁有一個人在講羊 然後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人在後面是講羊 他就去問這個講羊的人 以我所知你們在中東的風族 就是這個牧羊人 他會叫羊的聲音 然後羊就會曉得跟著牧羊人一起去行 但是為什麼你會在後面講羊呢 那個人就回答 我不是牧羊人 我是一個徒夫 其實你想想 你有沒有問一下自己 到底這是在形容我們 我們是在跟隨神的領導 還是聽到聲音去跟隨 還是有人在後面驅趕我們 過我們每一天的生活 有很多屬神的人 每天活在一種 讓自己陷入一種焦慮、恐懼 被驅趕的情況下生活 但如果這種情況描述 我們的寫照的時候 我們沒有聽到 我們的好牧人的聲音 我們卻聽到屠夫的聲音 我們才會走 我們會害怕 我們會走 但如果我們跟隨我 持愛救救主的領導的時候 我們根本不需要害怕 好牧人耶穌 不是在後面去驅趕我們 他是在前面去帶領我們 任何東西在前面而來 對他或是對我們的攻擊的時候 他一定會在我們面前去打頭陣 也就是說 無論在明天我們要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都會在那個地方 在我們和我們一起去面對 如果我們肯跟隨他的時候 他就會帶我們去安靜的水邊 不單如此 耶穌帶領我們 一起去顧念其他人 在這個疫症的階段裡 你會看到很多人都留在家裡 很多人都心裡不安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可以去向人做一些工作 《馬太福音》的五章十六節說 你們的綱應當照在人前 叫你們可以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天上的天父 我們想想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其實我們可以打電話 去鼓勵一下人 亦都是去問一下人的需要 來幫助一下他們 如果他們有需要幫助 我們可以去幫助一下他們 同樣我們也可以為他們祈禱 《約翁福音》的十章十一節 耶穌說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來為羊來寫命 我們要留意的是 我是這一個字 這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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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埃及記》 你會看到 當摩西問神 他叫什麼名稱 耶穌華神 怎麼說呢? I am that I am 就是用這個我是 我可以看到 原來我是這一個字 就是耶穌華的意思 你可以這樣說 耶穌華是好牧人 好牧人 人為羊寫命 我看到耶穌華是好牧人 他已經是詩篇23篇的概念 在這裡 而是 會為羊寫命 我們看到 原來我是好牧人 是一個自有永有的神 為我們寫命 以前以色列人如何看羊呢 除非这只羊是羊的主人 否则这个人不会为羊给予一条命 羊只不过是农场上其中一种动物 不值得为他们牺牲 为何要留他们呢 因为他们能够产生很多羊毛 我们要他们的羊毛 而他们会吃他们的肉 另外最重要的是羊是爱来献祭 你会发觉在整个旧约律法当中 羊是被认为为人负罪来牺牲 《崔埃及记》的二十九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 《诗经》说 每天早晨的时候献一只羊 黄昏的时候也会献一只羊在哪地方献祭 就是在耶路撒兰的圣殿里 每天都会这样做 有两只羊来献祭 头一只羊是在九点钟献祭 最后一只羊是在三点钟献祭 但最奇妙的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在早上九点钟 也就是在头一只羊献祭的时候 猜猜耶稣几点钟离世 几点钟死的 就是六个小时之后 那个时间正正是下午三点钟 就是第二只羊献祭 《以彩亚书》的五十三章七节 《以彩亚先知》的预言怎么说呢 它说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刻却不开口 他将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将羊在剪毛的人的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正如耶稣自己宣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来写明 早前我说到 若羊是农场的动物的时候 它是不值得为它死的 虽然我们是不值得耶稣为我们死 但是 它却是 但我要问 一个死去的一个牧人又如何好呢 有没有想过 既然他死了 他死了 那就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若我们说的是 一些普通的陈世里 即是说 在人世里的一些牧羊人 这些牧羊人 一般来说 在以色列地的牧羊人 没有一个是善男顺女的 你都会看到 他们可能很奸诈 被人感觉 他们是很粗鲁的那些人 他们根本不是一个好人 但若我们说到 这一个是一个好牧人 他有能力将自己 来捨弃自己的生命 他也有能力 来重新 来拿回自己的生命 如果我们所说的 是这个好牧羊人 是为我们的罪 成为一个待罪羔羊而死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 他就是在我们心目中 难以想象中 这么好的一个牧羊 但一个没有罪的人 并不需要一个牧羊 一个逃离十字架的牧羊 他根本也不是一个好牧羊 这个牧羊和十字架上的负罪 是有密切关系 密不可分的关系 耶稣说 我是好牧羊 好牧羊 为羊写命 你看这句句子 是两样东西都放在一起 就是说 我是好牧羊 好牧羊 为羊写命 你有没有想过 将耶稣的受难 就是 为什么人家要叫做 Good Friday 或者是 我们中文翻译叫做 好的星期五 为什么要这样叫做 Good Friday 好的星期五 明明是耶稣受难 纪念耶稣受难日 但当我想 我经常都在想一件事 为什么呢 耶稣受难有什么好 你要说他Good 这样说他死得好 意思是吗 但你要注意到 当耶稣宣称 他是一个好牧羊的时候 涉及到耶稣自己的本性 耶稣自己本身的良善意思 以及他的完全和他的无过犯 就是他自己的本性 以及十字架的关系 两者是息息相关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的死 是唯一可以实现 他是来到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能够去免除神 对罪人的愤怒的神的儿子 这解释到耶稣 这一个好牧人去选择了 是他去为羊去死 因此他就为了去击败 圣经里面的好牧人 面对一些狼 他为了去击败狼 狼是代表什么 狼是代表了罪和死亡 他是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能够再次拿回自己的生命 正正在復活节的时间 他是三天復活节 他是三天復活节 他是三天復活 而是他继续来为养 保护和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永恒 有一个人去德国玩 他去德国玩的时候 来到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 他看到在教堂上 为何在教堂上 有一个浮雕 这个浮雕 他看到有一只羊 为何上面会黑了一只羊 他自己也见过 类似有这样的羊 但不会放在教堂高高的位置 他问人 为何那只浮雕 会安装在那地方 有人跟他说 其实这件事 就是当时建教堂的时候 有一个雕刻家 他不小心 在高高的位置 他就跌了下来 他的同事 看到他跌下来的时候 就以为他死了 或者以为他跌伤了 他很快就落到下面的时候 看看他的同事 是什么情况 但很奇怪 他的同事 他还可以站起来 然后再掃走自己的层 在这个时候 原来 当时 他跌下来的时候 下面有一群绵羊 是经过那个地方 这个人 他就 扎死了一只绵羊 这个人指着他脚下的绵羊 就这样说 他说 我扎死了它 而是 我能够得到这个生命 能够存活 所以他就在这个教堂上 这个位置 他就 弄了这个浮雕 这个羊 这个浮雕 出来 让人们 可以知道 原来这只羊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 这个羊是救了这个人 同样我们看到 我们的罪和我们的死亡 是压在耶稣身上 而耶稣的死 使我们得到这一份 得到永生 和得到存活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 怜悯着我们 你看到 神的爱是多伟大 下个星期日 我们是纪念到主耶稣的复活 祂将祂的生命去舍弃 而祂亦可以将祂的生命去取回 这是正正应验到 《约红福音》的十一章十八节里 耶稣所说的 没有人能够奪去我的生命 是我自己写的 我有权柄来去舍弃 我也有权柄来去取回 在结束的时候 我想大家再来看看 耶稣在说一些事情 耶稣在祂事工当中 祂提及一些 和牧羊人和羊之间的关系 有一天 当法利塞人来嘲弄耶稣 说耶稣和这些罪人 和瑞利在一起 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祂说 在这里当中 有人有一百只羊 其中一只羊迷失了 怎么办呢 我看祂必将这九十九只羊 放在草场上 然后祂去找迷失的羊 直至找到祂为止 找到祂之后 祂就会宽宽喜喜地 将它托在肩膀上 带祂回家 然后祂就请朋友来轮舍 告诉他们 我很开心 我现在这只迷失的羊 我能够找到回来 祂一起来和我 来庆祝高庆祭 而这个羊 这个人放下这九十九只羊之后 你看到整个比喻指向 这个人就是耶稣 他说自己是一个好牧人 他会留下这九十九只羊 而是去找那只失落的羊 耶稣和碎利在一起 就是这个原因 人子尼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故此我们在这地方 你想想 如果你在世界上 你是唯一一个 是他失落的羊 耶稣一样会冒死去寻找你 无论你在什么情况 耶稣都是一个好牧人 祂会为你的生命去摆上 问题是我们如何回应呢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 亲爱主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透过你的话语 也多谢你自己亲口去说 你是一个好牧人 你不仅仅只是说 你亦是在二千多年前的时候 你已经实行把你的生命摆上 你是为我们换取 来代赎我们的罪 主要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 主当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当听到 你是如此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反应呢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能不能够 是更加为你的缘故去拜上 是更加爱你 如果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 在你里面我们去认识 主你成为我们的牧羊人 你是我们的救主 求主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这一刻 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 我真是感谢主你 求主你带领我们行人生的道路 我们献上感恩 祷告祈求 封救救主 基督耶稣命求 Amen 在下来的时候 我们有圣餐的时候 后面可不可以大一点点呢? 圣经说 人应当自己省察 然后吃者饼和喝者杯 因为他说 若我们不能够分辨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 我们都看众 虽然这个饼 只是象征着耶稣基督的身体 但是也代表着 是我们所有会众 大家一起去分领 分领同一个饼 虽然今天大家 自己在家里预备了饼 自己的饼 或者面包 不是在这里一起分领 但在属灵上 其实我们都是一起 大家一起去纪念 在这个时间 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候 大家去默想 去思想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什么的 虚欠 我们需要来到 向神认错 我们求主结正 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然后我们才领受这个饼 和这个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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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 求主宽恕我们在生活上、生命上 我们有很多时候对人有些亏欠 求你宽恕我们有时对你的无知 对人的不忠诚 我们都求主宽恕我们 勇恕我们在领受这个饼之前 求主帮洁净我们 成为你合心意的儿女 勇恕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满足的盼望 主,我们纪念到你的爱在十字架上 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成就这份救恩 我们献上感恩 愿意你洁净洗净我们 成为你一个合拥的器皿 主在我们领受这个主餐的时候 我们都深知你的爱是很大 我们不配 但我们深知你的血洗净的时候 我们就有能力去成就主你给我们的托付 基督求主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晓得去爱人爱神 为你的时空继续努力 我们献上我们感恩 祷告祈求奉求救主 基督耶稣名求 Amen 主耶稣拿起了饼 他和门徒说 这个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他将这个饼抹开 然后他就 触摘了 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这个饼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去领受这个饼的时候 亦是去到 大家有一个Communion 一起来分领这个饼 如果你有饼的时候 你可以和我一起来吃这个饼 来到纪念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我们把饼抹开 凡后耶稣也照样拿起这个杯子 这句是用我的血所沥的新药 你每逢学的时候 应当如是藤迷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起喝这个杯子 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补血来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祈祷 主我们满心的感恩 多谢祢带领我们 因我们认识到祢 可以相信祢 祢在十字架上的爱 赦免我们 祢成就这份救恩 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 求主帮助我们 真是晓得将最好的来献上归利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Amen 我们今天的时间 聚会到这里 我们已经结束了 很多谢大家 能够一起来参与 这个敬拜 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 归回荣耀给我们的神 下个星期见 黄尾 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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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